如果是跨黨派來比的話 韓國瑜只要不行就是最大的黑馬 每天 我跟你說從幾個月前到現在 反正每天民調變來變去 我的態度 民調跟股票一樣 看看就好 每天去盯著看一定會精神分裂 那你是基友股嗎 我應該叫潛力股 說手機民調這一回事 你覺得他目前有社會科學的根據可以來使用嗎 因為 老實講手機民調不是不能做的 但是那個矯正因素要怎麼做比較麻煩 因為現在年輕人很少用桌機 所以通常做出來要按照那個 在該地區不同年齡層人口的比例去做矯正 我以前是有研究過的 因為台灣絕大多數的政治人物在不同年齡層 他的支持度不會超過15% 所以事實上用桌機跟用手機誤差度不大 會有問題的指標科文哲 可是手機的部分好像沒有辦法 有一個地區性的分層的分析 如果是縣市長那個會有影響 如果是總統的影響 這個因素就被拿掉 因為除非你打到外國人的手機 那現在是不是你覺得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還是比較受發言 因為現在民調做出來 像是韓還有你還有郭董的支持度都是領先的 你甚至只有輸韓國瑜大概0點 他這個滿意度他是5點主 你是5點82追得很緊 沒有啦這表示說台灣在過去20年齡 連綠兩黨政治之下 真的是讓人民有點厭倦 所以還是非典型的感覺上 就是說你要是存國民黨或存民進黨 這種支持度都比較差 市長你有沒有想過你議選如果敗訴的話 你要怎麼考慮下一步 你要怎麼辦 通常是兩審制 所以其實我也知道 這個最終還是不是現在 因為不管零書 都有一邊會上訴 所以最後還是 應該還是在11月的時候才去處理 才會最後定案 可是你是否要選總統 可能沒辦法再等到10月 所以第一審的一個判決 可能就會影響你未來的一個動向 那等判完以後再想 因為判完以後就是說 我知道最後最終的結果還是在11月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個性 知田信長 意思就是說 在還沒發生之前不要去浪費時間 所以每次這種特殊的修養 就是說洗搞洗燈 有問題到時候再講吧 那所以你現在有哪些選項 我從哪 我連想都不想想 等發生了再來處理 現在選總統好像到上一些脫口秀 你有考慮再去上一次博恩夜夜秀嗎 博恩夜秀 為什麼 我還發現 他是我同事的兒子 我在台大同事的兒子 所以 我們台大一個影響醫學科教授的兒子 台北文獻館 他是一個歷史紀錄的機關 他主要任務是紀錄歷史 他不是那個營利出版社 所以 我倒覺得 他對他的角色定位錯了 台北文獻館是要做歷史紀錄的 不是在做那個為了盈利而存在的出版社 這兩個不太一樣 市長你近期有跟韓市長聯繫過嗎 你倆是不是有刻意在保持距離呢 沒有啦 其實很多事情也不用 一定要當面講 大家心裡都知道就好 妳們是不是有一個傳 你们要